哈喽大家好,我是安娜伊,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是黑五买疯的系列 第二弹,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给小孩买的换季的童装 还有在亚马逊时发现物美价廉的什么校服裤子 好用的育儿好物 另外还有我近期购买的很多家居的好东西 东西还挺多的,现在就开始吧 先是童装部分了 我买了,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叫Bobo Choses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毒 它是一个西班牙的牌子在这里 它今年那个秋季的新款的一个小毛衣开衫吧 挺实用的,小孩子穿脱比较方便 可能有四年前吧,哥哥小的时候穿的 现在小郭还能穿,就是里面要打底再穿一个长袖 但是他们家这个质量真的非常好 你看这么多年了,现在完全没有什么乞求变形 当然我也是往小了买它,这个是两到三岁的 现在小郭四岁穿,还是挺大的,挺oversize的 那配这个小毛衣开衫呢,我就买了这个牌子 好像是意大利的还是哪里的 Molo这个牌子的一个小裙子 里面它有这个松紧扣调节的位置 就是你可以调节这个腰的松紧 蓝色这么一套穿起来很可爱 为了搭配多元性 我这个就是买的没什么牌子的一个 这种姜黄色的,也可以这样搭嘛 就是可以搭这个蓝色或者上面黄色 其实可能搭红色也可以 三色线这样编的,就是也没有说里面会感觉很丑吧 就是它做工会非常好 那像这个Bobo Choses家呢 我还买了这个小T恤 也是他们今年的秋季新款 就是这种茶杯款 他们家的棉质非常好 这个牌子T恤我以前一直买 也多次跟大家分享过了 然后我当时想的就是让小郭这样 大家在里面穿 然后下面配这个裙子 或者是这个蓝色裙子 还买了两件 但是到现在还没到 也许待会就会派送 如果派送了我再放进来 也是使了一条裤子和T恤的一个搭配 也是纪念新款 那我非常喜欢他们家的衣服 就是很浪漫 很西班牙风 有点像ZARA 但比ZARA的做工要好很多 然后它的那个size的话 大家就往小了选就可以了 第二个给小郭买的牌子就是Kenzel家的 我也发现就是之前我买过一个粉色T恤 然后穿了一年吧 怎么洗都不褪色不变形 我觉得质量真的非常好 虽然价格稍微贵一些 所以今年秋天他们上新款了 我就又给小郭挑了两件 Kenzel家就是老虎头为标志嘛 然后我买了一个灰色的裙子 它这个裙子的材质就是纯棉的 然后里面你看就是像那种卫衣的那种材质 里面有毛线圈的感觉 配一个白色T恤 就是选了一个简单一点的这样子穿 然后这个也是刚收到没有打开的 是Mini Rodney家的 他们家衣服我以前也经常买嘛 但是我今年秋天就没有看到特别我喜欢的花色 就唯一觉得这一件还不错 给大家看一下品牌是这个Mini Rodney 算是小高领吧 就是这样的 我想可能秋冬的时候 小朋友就稍微天冷一点的时候穿 然后这种淡淡的蓝色 它整体其实是淡黄色的这么个大底衫 并不是特别白吧 然后棉质当然依然是非常柔软 都是有机棉的 那像它也可以配这种蓝色的小裙子 就挺可爱的 接下来买了两件小T恤 这个还没拆 我买两个一样的 就是这个Levis家的 它是很短的这种 这个给小郭穿 那这件我买的是六岁的 你看也是很短款的 过两天就是Thanksgiving嘛 要去夏威夷 所以呢就是给小朋友买一个Mesh的这种T恤 穿出去 估计拍照什么的都挺好看的 接下来这件是给哥哥买的 就是Stella McCartney家的童装 他们家童装我一直非常喜欢 然后今年看了看 反正男孩子他需要一个 就是打底的这种Sweatshirt 所以这一件它里面是带这种绒绒的 还是稍微比较保暖的这种款式 它有铜华色的裤子 就是有螺纹的 所以就是打算这样这样大一套 还有买了若干件这个NUNUNU的这个以前也是我经常买铜装的一个牌子吧 然后黑五大家可以关注他们那个官网就是经常六折吧 他们家码算是比较正的稍微偏大一点点 然后他们家这个衣服是有香味的 就是你洗凉水可能才能洗掉 就是棉质也是非常舒服 买的像这种限量版T恤 它就是这种假两件的 这个花色我买了他们家床品 就是好像也纪念新花色吧 同一个牌子的铜装搭配就是很和谐 无论是这么大 这样搭 这个牌子铜装就很酷的那种 推荐给小男孩 接下来就是刚刚收到的这个包裹 是我新买的一个洗户 就是宝宝洗户 因为遇到秋冬了又对洗户特别讲究的时间了 算是尝试一下Mostella家的 是一个就是非常浓厚那种身体乳 好像是给那种湿疹皮肤的吧 我就想试一下 就是看看是不是很滋润啊这种 然后另外这一边是一个清洁水 就是可以给婴儿用的 这个主要就是 比如我们到夏威夷要擦了防晒 要卸防晒的话 就拿棉片蘸一下给他们擦一下 然后洗澡再一充就好了 所以我就想买一个给宝宝的就试用一下 还有我最近就是比较喜欢用到 就是这个Bubble Botanicals 给Sensitive Baby 就是给敏感肌的这个 白色系列一个婴儿面霜 这个非常非常好用 给你们看一下 我已经给小朋友用了很多了 里面算是中等厚度吧 这样的一个膏体 但是没有很厚实 然后很好延展 然后滋润度非常棒 这个我非常非常喜欢 特别是对于小孩那种就是脸很粗糙 很干练很泛红的那种 用起来效果特别好 而且完全没有香味 我就不太喜欢特别特别香的东西 然后它这个系列好像是给敏感肌肤 看一下成分就是纯的植物里面提取的 不对婴儿的皮肤造成刺激的一些纯植物成分吧 然后也比较安全 所以这个系列我还用到一个 这个洗手液也特别好 就是也是没有香味的 而它这个是起泡的 就是打泡这种出来的 用起来就很方便 又没有香精添加 用起来很安全 洗液挺干净的 洗完之后也不是很干 还有就是秋天我们家小孩在学游泳 所以他们家这个绿色系列 我发现就是专门针对 在游泳池里游泳去绿气的一个洗护的 也是添加的passion fruit 就是叫什么百香果是不是 里面那个籽里面提取的东西 那个东西好像是可以去绿的 其实就把它灌到这个 就是淘宝上买这种小包装里 洗发水护发素 然后游泳的时候就可以小朋友带着 包括过两天去夏威夷 也可以用这个 就是可以去绿的 所以就顺便跟你们分享一下 大家如果有小孩学游泳 可以考虑入这样的洗发水护发素 秋季开学了 然后就要买一些校服的裤子嘛 我试了大概三个品牌 最后选中了一个 这个我跟大家推荐一下 这个其实就亚马逊买的 主要是它非常非常便宜 好像我记得十块钱一条 就是这个牌子 我有点缺点 就是我洗几次发现 就稍微上面有一点点起毛毛 但也因为小孩 它就经常摩擦 可能反正就是一个消耗品吧 你就是一年也就买新的了 然后这个它也有短裤 有长裤的选择 其他牌子我买下来 就是要么是特别肥 要么就是这个面料特别的硬 还有就是像对于 我们家小孩六岁这种 就是不太会扎腰带的 它这个是比较好 是有松紧的 而且这个松紧的程度 也是正好的 没有说特别松 或者是特别紧 我把链接放在下面吧 好那接下来 就是一些家居的东西 我最近真的是买了 非常多的家居好物吧 我都挺喜欢的 那有一些就是很大件 我就旁边在配图 一个就是Firm Living家的 一个镜子 就是非常非常网红 就是你看小欧书上啊 或者看Instagram上面 很多人家都有 它就像湖泊的那种形状嘛 我先就是挂在卧室 我那个旁边 就是做一个装饰 你就一下觉得这个屋里面 有一个宝石的点缀 就显得特别的剔透晶莹 后来我就又挂了一个 在我那个 有一个算是展示那么个区域 然后又配了一些 其他的小花瓶啊什么的 就瞬间觉得家居 这个什么格调就上来了 然后特别有氛围感 然后这个镜子我看很多网上的姑娘 还用它当穿衣镜 因为它其实还是蛮大的 你如果挂在一个空旷去 稍微往下一点 是可以基本拍到大半身的 最近还买了一个电饭锅 原因是我们家之前的这一款 在这呢 它已经坏了 就是上面那空温板坏了 没煮熟呢 它就停了 不好修 我就新买了一个 中间还尝试了那个虎盘的 但是非常不好用 它那个胆很薄 做出来饭 然后那个做粥的呢 经常往外铺那个米汤 所以它那个空温 可能做的不是很科学 我还是买了相印 这个就是和我以前 这个算是一个升级版 就它大小都是一样的 是三杯米 一般的电饭锅都是五杯米 甚至十杯米 那我们家饭量小嘛 小家庭就三杯米就够了 用起来特别好 它里面那个胆 要比Tiger的厚很多 所以这电饭锅非常好用 我把链接放下面 就在亚马逊买的 如果黑五大家 不知道买点什么 如果你家电饭锅 你觉得不好用 可以试试这一款 价格也没有很贵 我觉得就是算是很性价比高的 一个电饭锅 然后像比较大件的家具 我还买了两个算是书架吧 一个就是Design with the Rich家的 这个几股书架 好像也是网红的 几股是我给它起名字 因为觉得它比较像 你的脊椎的那样 然后它那上面的片片 是可以都朝前的 或者朝左朝右 就是你自己组装的时候放着 它的那个盒子 也非常的科学设计的 就是让你很好组装 很容易看明白 就女生完全没有问题 我基本就是徒手装的 就是特别棒 质感也很好 那我现在把它放到客厅里 做一个展示 另外我还买了一个这样的透明书架 太重了 就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质地吧 是亚克力的 好了我得放下了 那它也是非常漂亮 通透就可以给你整个家居的环境 增添一些装饰性 然后同时它那个两边的凹槽 你是可以塞杂质进去的 也是有一定实用性 上面可以放一些摆件 或者你放自己的咖啡杯啊等等 放你的客厅啊 卧室都挺好看的 而且和大部分家具风格都比较搭 就只要你是属于比较现代 比较简单的家具风格 都是可以搭配起来 最重要是它价格特别可爱 我是在亚马逊上找到 我把链接放在那儿 我是觉得它这个质感完全不输那些比较贵价 因为贵价同款也有很多个选择嘛 有几百块的 然后我这个好像才60多块钱 我觉得我就是买的特别值 特别开心 然后装饰性又特别强 接下来就是一个算是回购吧 就是我之前在我的餐具分享里也分享过了 我已经有两个了 就用着很舒服 George Jensen家的这个碗 那十月末的时候 没西衣好像促销 反正我买到可能是30多块钱 我觉得挺划算的 之前我买了两个嘛 所以这个算是回购的 然后它这个碗 你看就是这个花边 我很喜欢质感也很好 这个整个瓷的那个光泽呀 很美 然后我很喜欢这种很大的 然后很浅的碗 不像就是很小的碗 你碗里盛的时候还挺费劲的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 好 那接下来一个购物 是这个 是的 没错 今天你在我这个购物分享里 可以看到什么都买 真的是 这个就是 现在到快到秋天冬天圣诞节 然后我在那个front gate 那个电商网站什么 就是专门卖一些户外家具什么的 看到这个花环 我觉得特别漂亮 因为我们家外面就是这个什么白玉兰花 然后屋里就是还有一瓶花嘛 就是house tour都给大家看过 都是这个花为主题 所以我看它出这个花环 就立刻买掉 我想就是最近黑五 它那个网站肯定是做活动的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花环 可以看一下质量也非常好 背面的做工什么的 都挺棒的 如果圣诞节 可以自己再绑一些圣诞节的 蝴蝶结啊 红色啊等等 好 那最后就是买了一些这个车仔香薰 我买了五个 就是这个牌子 大家打开看一下 然后它还长得挺漂亮嘛 一个黑色的纽扣 然后旁边有个架子 后面组装上就是这样 它就可以加到那个车上 就是这种很简单 简约的 就是很雾面的 还看起来挺高级的 但其实这个车仔香薰 没有很贵 我记得好像是八块钱吧 然后我买了五个味道 每个味道都非常好 就是很清新清淡的 很适合放在车里的 没有说很薰人 像我以前都是用这个 像DeepTick这个 像换下来的芯 我觉得他们家这个香薰太贵了 一个替换芯要52美元 好像算上税 然后外面那壳子 上面那个爪子 经常抓不住我车的那个叶片 它很松做的 我觉得设计上是有bug的 这个八块钱 这个它抓的就很牢 那唯一就是它好像 留香的时间并不是 就是说让你们的 很浓郁的那个时间 没有很久 但我觉得这是一好事 就是你不能一进车 就是非常浓郁 扑面而来 就是它大概一周多以后 就变得很柔和的那个味道 就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产品 那最后再跟大家推荐一个护眼灯 这个不是我买的 就是很久以前 几个月以前吧 就是厂商寄给我的 让我试用的 试用我还发那个文章去分享了 但是我最近这段期间 用下来觉得挺好用的 就是明基的台灯 这个主要是在美国也是有卖的 大家就是让亚马逊人就买好了 造型就不说了 很现代感 然后它是触摸的开关 碰一下就开 然后它可以根据你周围的环境 调节亮度 然后这个我现在就放在小朋友的房间了 让他们练琴的时候 写作业的时候 画画的时候 我觉得亮度非常好 就是又足够亮 又没有很刺眼 就是很保护眼睛的一个台灯吧 所以我就是也放到这里分享 大家如果黑屋想给小朋友 或者自己买那种 就是可以照的比较亮的 比较好的台灯的话 我还是挺推荐这个产品的 好那以上就是黑屋买风的系列 这个购物分享 然后希望大家看得很开心 也希望给你们种到草 不知道买什么 去看看我视频 借借一下 然后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期内容再见吧 拜拜